然后我们直接来绘制这个窗户 同样的采用复制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对它进行可编辑网格的修改 更改一下它们材质的颜色 同样的这边的墙体逐一进行绘制 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左边又是飘窗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勾一下线 直接挤出2.8米的层高 将差不多的窗户进行复制 接下来又是一个飘窗的制作 在这里我们再来讲一下 同样的先将墙体绘制好 直接挤出2.8米的层高 这个飘窗和我们前面的这个飘窗 基本类似 我们可以直接用复制进行制作 只是需要调一下它的有一些笔列 先对它进行层组 观察一下我们有没有复制完整 然后来摆放一下位置 添加可编辑网格进行修改 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两边都是墙体 所以这一个窗户可以进行删除 在这里我们先将它处理一下 我们的玻璃也是同样的在这里要进行一下处理 我们的玻璃也是同样的在这里要进行一下处理 基本该删的删除之后我们重新对它进行成组 然后再来调整 然后再来调整 在这里我们将点进行摆放 然后在这里我们还需要给它的窗户添加窗框 我们可以直接将窗户选中 孤立出来 将窗户打开 选中我们的窗框 选中它的面 对它进行一个复制 可以调整一下 差不多就行 关注 这样这边的这一面比较大一点的瓢窗 我们也已经基本制作好了 同样的上面的摆页 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 在这里我们将我们的摆页选中 将中间的支柱进行选择 用我们的元素来进行选择 进行复制一下 下面同样的 然后在这边我们之前说过 它有一个可能是摆页的位置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一下 首先我们先绘制一块板 然后挤出150的厚度 为它添加一下材质 然后直接做摆页往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旁边的摆页 直接复制过来进行修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摆页 比较适合一点 我们可以直接来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摆顶 比较适合一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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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它们全部做成板页 我们将它们全部做成板页 其实在我们大的飘窗的这个位置 其实就可以不用再做这个空调外积了 因为我们觉得做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美观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进行一个删除 将主打开 将这个进行删除 因为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放空调外积 这边就可以直接不用了 因为这样建筑要好看一些 同样的这边是阳台推拉门的位置 我们就直接复制我们这边的就可以了 我直接来进行复制和调整 在这里我们将南杆阳台这一部分 单独成一个组来进行调整 通过复制的方式很快的 这个标准层就能做好 这边基本和前面的做法都已经差不多了 在这里我就不做详细的演示了 然后我先直接来把这些全部都绘制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将模型制作完善 在这里很快的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把别的墙体都已经制作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楼板 楼板的绘制也是直接绘制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绘制作完善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这里我们的楼板可以挤出200 更改一下材质 刚刚我们在画的时候看到这里有一点问题 我们来调整一下 没有对齐 楼板绘制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的标准层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 如果我们设定为这个房子为15层楼高 我只需要将它们进行层组 往楼上直接复制15层 就可以了 在这里 可以直接来拷贝 我们先复制一层 因为楼下的这一层 倒是我们还要处理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里不使用关联复制 然后我们再往上 然后我们再往上 如果是15层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层 楼顶的那一层也是需要修改的 所以中间我们只需要13层 在这里再复制12层就可以了 这12层就可以直接关联复制 然后最后的这一层 我们可以直接拷贝 这样就行 这样完成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处理我们的一楼和我们的屋顶 因为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它们的一些结构进行一些处理 首先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层孤立出来 在这里我们知道在它的下面就直接不放空调机位了 所以需要将底下的百页进行删除 因为刚刚我们是按照标准层的制作模式来做的 所以我们刚刚做了这个百页 在这里我们将主打开 将不需要的进行删除 同样的这里也是 这边 在这里我们将主打开 我们将主打开 我们将主打开 相除好之后 我们直接将它组进行关闭 这样就基本可以了 我们的一层 然后我们再来更改一下我们的屋顶 因为在屋顶上我们还要添加女儿墙 还有压线 还有我们的屋顶上的楼板 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将屋顶平面孤立出来 进行处理 首先我们要将我们的楼板往上复制一个 在这里 因为它已经到了顶楼了 所以它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我们一般的住宅 在它的屋顶上都会有女儿墙 女儿墙因为它现在的是我们所说的高层住宅 所以它的女儿墙高度会达到1米2以上 可以做到1米2到1米5之间 在这里我们来制作一下 我们从墙的外沿开始绘制 然后我们再来制作一下 这边同样的从外沿开始 然后选择它的样条线 对内轮廓200 对它进行一个高度的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挤出1米2 然后将它放到上面 接下来我们再来调整 同样的对它添加一个材质 在这里同样的在我们的屋顶上 上面不需要再放空调机位了 所以在这里需要将多余的百页进行删除 我们再来制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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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同样的将多余的百页进行删除 这边同样的将来是一种的 清除好了多余的百页之后 我们还要将别的地方进行一下调整 比如这些地方 我们需要将墙体 进行补齐 还有这些 在这里墙体过高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这样我们就先孤立出来 一个一个的开始调整 在这里我们这一块 可以单独重新来进行绘制 我们测量一下它的高度 2米4 那直接挤出2米4就可以了 这一部分 旁边的这一块可以保留 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点 将点进行删除 更改一下它的材质颜色 这样我们还要来修改一下 它这边墙体的漏缝 所以说屋顶平面 一定要孤立出来单独来处理 这样我们可以先把底下的几层 都进行隐藏 选择隐藏 然后再来处理它们 在这里 将墙体进行调整 这个话题 它是一个空戈的方式 也有很多 这边很介绍 基因 我墙体 ile 因为我已深刻 2米4 中间 配成 同样的这边也要进行调整